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先看小麦价格 小麦的价格在过去这几周当中出现剧烈变化 当然我们注意到这个有关于小麦的飙升 会不会引发整个这个特别是食品价格的快速发展 我们先从小麦价格过去十年的走势给我们做一个掌握 我们揭露了这个从2000年到现在这一周 礼拜四最新的报价来做观察 当然2007年2008年 这小麦价格一度飙上了几乎是历史新高地位 这是次败风暴当时的一个资金泡沫 可是再拉回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这我们可以注意到光是短短从6月29号起涨以来到礼拜五 它已经涨了76% 虽然礼拜四小麦涨停板 礼拜五最新的报价是跌停的 可是我们看到不管它怎么做修正 这个一个半月的时间小麦大涨了七成之多 将近八成的水准 那小麦是人类热量最重要的来源 我们常吃的稻米这个是亚洲人吃的 可是基本上小麦还是全人类第一热量的首选 为什么因为小麦基本上淀粉含了53% 蛋白质8%到18%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物料走势 另外我们看一下包括玉米黄豆 那玉米的价格在过去这个六月份以来 也因为小麦的走高上涨了22%之多 所以目前我们看到小麦的飙升 也带动玉米价格的走高 但玉米我们注意到 因为玉米是美国占有全球产量的42% 所以玉米的价格完全是由美国的一个天气跟产出来做一个观察 同样我们看涨幅最弱后是黄豆 黄豆从六月底以来上涨15% 所以目前我们注意到这个黄豆价格也慢慢的在走高 我先请教蔡总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小麦价格喷出 这大家比较关心是有关于八月份甚至九月份 甚至整个第四季似乎这个食品价格就会出现明显的回升 您能观察 俄罗斯是全球小麦第三大的一个出口国 那今年的这个俄罗斯的一个天后是遭遇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干旱 那小麦就欠收 第二个是高温形成的一个热浪 那引发了一个大火 那现在这个俄罗斯最严重的就是它在一个热浪当中 引起了森林的一个火灾 那这个小麦的产量减少了五分之一 那这个对这个全球的攻击来讲 有暂时的一个短缺的一个现象 那在八月五号呢俄罗斯政府宣布了禁止小麦出口 到年底呢到年底还有四个多月 所以这段时间的话呢 全球在部分地区的小麦呢 形成了供需的极度的不平衡 再过来我们看另外一个就是小麦第二大的一个出口国 就是加拿大 那加拿大的情况又不一样了 那个地方是下了太多的鱼 所以这个天后的异常也使了小麦也形成了短缺 那其实全球的小麦来看的话呢 联合国的融粮组织呢 今年是下修了这个小麦的一个生产预估量 大概百分之三点七 那不要小看这百分之三点七 全世界的这个规模大概就是两千万吨 两千万吨 所以现在小麦的这个价格呢 你刚才手版显示的 从六月份的一个低点的时候呢 现在已经反弹将近了百分之八十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客观的从供需面来看的话 其实今年小麦的这个整体全世界的库存来看的话 还是蛮充裕的 比两年前也就是在2008年的那一次的粮食危机的时候 还是一个比较增加的 那现在小麦的价格呢 每这个不是不是啊 那大概是七块美元 那时候08年最高的时候呢 是达到差不多12块多美元 所以现在等于价格呢 当年最高的差不多一半左右而已 一半左右而已 所以你看从这个库存的情况 其实比两年前高 现在价格也没有突破之前的一个高点 您那我想请教你 因为刚刚其实蔡永提到的重点 我们知道这一次主要炒作的题材是在于俄罗斯 因为这个火灾包括上礼拜一试 俄罗斯的总理普丁说禁止出口了 就暂停出口 俄罗斯的小麦大概年产量去年是6200万公噸 到今年可能是下修到4500万公噸 等于少了1700万公噸 那这1700万公噸怎么办呢 因为去年俄罗斯出口的小麦是1750万噸 所以俄罗斯为了满足国内需求 就暂停出口 可是这个您关刚蔡永提到一个重点 其实全球的小麦固求很多 像以美国来讲 美国现在可交易可供应一个出售的小麦库存 有3000万公噸 其实小麦一点都不缺 所以这个礼拜四小麦在纽约 这个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涨停 礼拜五打到跌停 这个投机炒作的气氛就很重要 我们知道其实粮食跟能源一样 这个价格的一个波动 到底存在什么样变化 谁在炒 炒上去谁得利 谁受害您的观察 基本上全球库存很多 并不表示人家手上有库存的 要丢出来卖给你啊 如果我手上有库存 我预期将来价格会涨的话 我现在怎么舍得丢出来给你 我甚至带头炒作 现在价钱再往上走 我的库存立刻水涨船高 其实全球大中原物料幕后都有黑手 为什么 因为大中原物料基本上的货源非常有限 首先第一个黑手是全世界比方说小麦 小麦的生产大国就这几个 那控制谁 谁手上控制最多的小麦生产来源 谁手上就控有操控小麦价钱的一个重要关键 我们在讲过去季辛吉70年代 他说过一句话 他说谁控制了石油 谁就控制所有国家 谁控制了粮食 谁就控制了所有人 那谁控制了货币 谁就控制了全世界